年底真是热闹,尤其是这几天,不知道是不是要庆祝2021年将要过完,瓜也热闹,公众人物营业也热闹,是该吃瓜的吃瓜,该看帅哥的看帅哥,想看美女的各种盛典活动都在继续。 不经意间,肖战突然上线营业,发了前段时间游玩北京环球影城的拍力的照片,很多人都说这是为了补偿那些不能到北京看他演出的剧粉遗憾。 还有很多眼巴巴的没抢着票的粉丝们,不管怎样,在《如梦之梦》北京站演出的第二天还能出来营业,重粉第一人没跑了。 开心之余,为期一个月的电视剧大赏也还有几天就要结束了,微博之夜的盛典又来了,这也是平台比较大型的活动之一,咱就说,总是能弄到流量的办法,而这次规则一改往日。 众所周知,2021年因为清朗的缘故,很多活动都逊了,除了几家杂志方举办的年底聚会,往常的青光大赏、尖叫之夜等活动都没有如期举行。 12月份马上就要过完了,按照往期举办,早就有其他艺人参加的行程,那说明不举办的可能性很大了。 所以,今年的微博之夜盛典可能就是2021年比较盛大的活动了。 这依旧是看艺人们路人园的时候,微博King和往年一样的依旧要票选,而且还整了一个非常专业的词——提名。 你推荐的人,你还需要写一段推荐的原因,这真是往年没有过的情况。 不仅如此,还微博年度作品,将电影、剧集、综艺、音乐、演出做个详细的划分。 和微博King和Queen一样的是,你推荐的作品也需要写上推荐语。 这两项操作,到最后会自动地发一条动态,就是检验批皮的时候到了。 肖战一年下来,本身就很低调,没有发行过新歌,也没有常驻综艺节目,更没有电影。 直播出了一部电视剧作品《斗罗大陆》,也正是因为详细的划分,《如梦之梦》就属于演出。 两部作品上了年度作品推荐。 后知后觉的粉丝们,有很多还不知道活动已经开始了。 不过,就算如此,肖战入选的两部作品,目前也是断崖式的一记绝尘地排在了第一位。 今年的King和Queen和往年不一样的是,不显示票数。 就说现在怎么是玩不起还是咋的? 从目前来看,仅能显示的两部年度作品都有这么多票数,而且是工作时间。 可想而知,管而告知之后,这票数也会蹭蹭蹭地上涨。 2019年和2020年,连续两年,肖战都是微博King的获得者。 最有趣的要数2020年,在不少人知道主办方有自己的安排没有及其参加的情况下, 肖战被海外的粉丝们一举投上了微博King,哪怕是和往年相差一亿票数。 肖战依旧拿下了第一位,而今年的规则大概,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海外粉丝的操作。 如果不影响,狼殿下都播出一年了,也能获得超个80地区的粉丝的喜欢。 时隔一年,肖战的热度也没有因为低调而消减,反而在海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。 国内的粉丝比海外粉丝更想看到肖战的舞台,也更不会让海外的粉丝认为国内粉丝不行。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,欢迎在下方点赞订阅。